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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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吉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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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今天念佛有提早结束 也提早供修 还好今天我们的正态有提醒 不然的话是我也忘了 今天有跟大家聚会学习对如何来认识佛教 希望能够经过学习呢 我们能够对这个 释迦摩尼佛 一生的教会 能够有 透彻的了解明白 所以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因为有一些 因为有一些像我们青年团的 有一些不会听国语 经过的翻语 所以我会慢慢的讲 讲得太快 翻译的呢 也会是一个很障碍 我们要对这个佛教的认知啊 当然一定要对这个佛教的创始人的认识清楚 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 他今生来到我们这个世间 首先我们一定要了解 他的目标是什么 他的精神 他的理想 他的方向 他的目标 为什么他老龄家 从都率天降生在印度 而今天我们能够闻到这个佛法 首先我们一定要对他的认知 他来到这个世间是为了什么 如果我们对佛教 对释迦牟尼佛没有认识的清楚呢 那我们对这个佛教不会有兴趣的 你不可能有一个兴趣或者有信心 来学习他的教会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的宗教太多了 很复杂 太多的宗教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的认识清楚 我们才会有一个信心 然后来一个对佛教的兴趣来学习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呢 会带来对这个佛教 会严重的误会 甚至于可能会对佛教以为佛教是迷信的 这个第一点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的 而且你看我们释迦牟尼佛 而且你看我们释迦牟尼佛 一生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你看哦 佛是天人师耶 是人天的导师 但是你看哦 他只有一个心态对一切众生 什么心态呢 就是无条件来为众生服务的 而且这个众生不仅仅是我们地球人类 整个虚空法界 他对我们这个众生无条件来服务的 无论你是哪个国家哪一个种族 哪一个信仰哪一个宗教 只要你肯学释迦牟尼佛 就会很乐意地教导你们 只要你肯学释迦牟尼佛 会很欢喜地告诉你们 所以无论他在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顺境逆境也好 他从来不会有抱怨的 因为他心里面装的就是一切众生 怎么样来帮助一切众生 得到幸福 以苦得乐的人生 他只有这个观念 所以用无条件来对众生的服务 无论人家怎么对待他 他从来无怨无悔 没有抱怨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跟我们的区别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会很累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生活会很辛苦 因为我们用什么心态 来看待来 来看待这个生活 用你这个我的存在来看这个生活 如果这个我的存在 所以一切处一切实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就会感觉你很烦恼 你很痛苦 释迦牟尼佛每天做一件事 他心里只有乏喜 只有快乐 没有痛苦的 所以上个星期 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在这个地方我再来提醒大家 佛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看第一章 第一个给大家看 佛是怎么样的呢 佛教是释迦牟尼佛 对于一切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佛陀除了教导我们 要如何做人的道理 教我们怎么样做人的道理 也是教我们要如何 过幸福美满的人生 并且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 也让我们了解宇宙万物是从哪里来的 生命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哪里来的 释迦牟尼佛把这个难题 为我们讲得很圆满 而且不但很圆满 也告诉我们一切众生 都能够成佛 这个你要相信的 这个就是我学佛最高的目标 这个就是我来到这个世间的目标 帮助一切众生成佛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的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世间的贡献的 他把这个宇宙的事实的真相 所以以后佛教在这个科学里面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而且很多佛教的这些的经典 会作为这个哲学科学的一种的教科书 因为讲得太透彻 讲得太明白了 没有一个宗教里的 能够把这个宇宙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模糊的 只有佛教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个就是上个星期为大家简单的说明 所以佛教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这个在提醒大家上个星期跟大家说明的 所以佛教非宗教非哲学非科学 而且是美满的教育 既然佛教是教育 那教什么呢 既然佛教是教育 那我们这个教育要从哪里开始呢 那这个是一个关键呢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重点抓住了 把这个内容的意义 能够弄清楚搞明白呢 我们是不可能会了解佛教的精神的佛教的特色 为什么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 而且最重要的尊敬的这些同修大德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教育 而为今世所必须的 而为今世所必须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时代 现代这个时代 离不开佛教 没有佛教不行 这个谁讲的呢 英国 一位历史 历史学家 很有名的 他是英国人 大家都知道 名叫什么 唐恩比博士 他是英国人 他不是中国人 他讲什么呢 他老人家曾经说过 能够解决现在这个社会的危机动乱 唯独大成佛法 以中国孔孟学说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你想一想 他老人家是英国人 其他的宗教没有提 只提供中国的大成佛法 而中国 孔孟学说 孔是孔子 孟是孟子的 只有 只有 中国佛教大成佛法的精神 孔孟的教会的精神 才能够真正来帮助我们这个社会 因为这个社会 现在已经走到什么样的 尽头了 已经走到一个危机的尽头了 如果不改善的话 那将来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坦安比博士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做了很多的考察 这个社会动论的根源 这个宗教衰败的根源 根源在哪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今天的灾难是从哪里 不是因为关键在物质 关键在环境 关键在哪一个地方 他老人家把他这些考察 考得很清楚 讲得非常的清楚 而告诉我们 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 写得非常的明确 这个宗教的衰败 衰败在哪一个地方 这个社会的动乱 动乱的根源在哪里 他讲得很清楚 他是英国人 很可惜 很可惜 我没办法 如果能够讲英文 多好 他里面的内容的精彩 文章非常的精彩 我希望大家 特别的青年团 你们的这些青年团 将来 将来你们 这些老人家告诉我们 这句话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 这个社会 这个时代的交易 已经走错了方向了 不是不好 不是不对的 他的方向已经走错了 他错在哪里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 为什么会走错 如果一个方向走错 你想一想 会引起什么样的危机呢 如果这个交易 走错了方向 会引起什么样的危机呢 这个问题要明白的 他错在哪里呢 他告诉我们 明文立养为主 现在都去教这个 以明文立养为主 你看先前教导朋友 你看那些社会现在 那些 你去看一看 你有力我才跟你做朋友 将来你没有力了 对他没有力了 他还会跟你做朋友吗 不可能的 还有更多 现在这个社会很乱 现在这个社会很乱 我现在老人家告诉我们 以自私自利为主 想的就是自己的 从来没有考 考虑到别人 我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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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给我的 我要怎么样 我要如何 我要这样 我要这个 从来不想要考虑到别人 你的行为 你的言语 你的造作 不断的都在伤害别人 不断的 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每天就是这样的 而且他也告诉我们 以自我为心为主 以贪成之慢 以无意六成为主 就是因为这个方向的发展 所教导出来的 是以这个为主 所以感到现在这个社会的动乱 这个真的啊 他已经失去了 你看科学家已经提醒我们 如果人类没有改善的话 一直在破坏这个地球 破坏这个空气 破坏 来这个海峡的污染 种种对这个地球的毁灭 种种的破坏 那你想一想 如果有一天这个地球已经没办法承受了 那怎么办呢 会引发什么样的现象呢 引发危机的大灾难 如果这个大灾难一发一发了 那这个地球就毁灭了 那地球毁灭 甚至于可能有一天 人类也会消失了 这个地球没有人类能够出 无法能够存在的 已经没办法了 这个地球如果病了 没办法 地球没办法长出五股杂粮 没办法运转 没办法能够回复它的正常的运作 你想一想 人类能不能存在 不能存在了 一切万物都会消失的 没办法生存的 那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改善的话 那你想一想 会带来什么样的危机呢 那改善要从哪里开始 这个很重要的 你看我们这个地球 这个人类现在有多少呢 有没有人知道 你们有没有人知道 现在这个地球人住的有多少人 有没有人知道 七十几亿了 七十多亿 七点八 那人类很多 你看我们澳洲 这么大一个国家 人口有多少 两千五百多万 印尼人口有多少 两亿五千多万 美国 总共起来 七十点八 将近有八十亿了 那个人类很多 那人这么多 信仰宗教的人有多少 信仰宗教的人有多少 全世界的宗教很多 信仰的人有多少 九十五趴 有信仰宗教的人 只有五趴 没有信仰宗教的 这么多有信仰宗教的人 为什么我们这个地球 一年一年的灾难 一年一年的上升 是不是 宗教出了问题了 应该我们信仰宗教 应该会带来这个地球的安定 带来这个世界的和谐 也能够进化人心 带来幸福美满的人生 有这么多的人信仰这个宗教 为什么不带来这个地球的安定 为什么每一年有严重一年一年的灾难的上升 什么原因呢 这个就是坦安比博士所讲的 宗教现在已经衰落 为什么宗教会衰落 没有把那个宗教的精神 他的精髓能够引出来 只是信仰宗教重在形式 不重在实质啊 你问路边的人 你有没有宗教的信仰 我有啊 我信仰地主教啊 我信仰天主教啊 我信仰回教 我信仰佛教 你问他 你为什么要信仰宗教 有时候回答不出来 你跟他讲 你为什么要信仰这个 听仰教 反正信仰 反正相信上帝就好了嘛 将来离开这个世间 能够相信上帝 好了 我们就上天堂 有这么好吗 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说 反正念佛嘛 念阿弥陀佛嘛 等下以后离开这个世间 阿弥陀佛来接给我们 往生西方极得世界 有这么容易吗 天天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有没有在我们心中 不一定 天天念阿弥陀佛 我们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我们天天在那边读经 看经典 有没有看到经典内容的精神 我是讲什么 打不出来啊 所以 今天的社会对宗教的严重的误解 唐安弥陀佛是讲得很清楚 真的 宗教已经衰弱 衰弱为什么呢 是重在形式 不重在实质 念佛也是一样 如果你着重在这个形式 你念佛不能得理的 无论你怎么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无法跟你相应的 不要说唐安比博士所讲 连我自己现在 对这个社会都不认识了 真的耶 我以前小的时候还感觉到 人与人之间还有那种 温暖的感觉 亲切的感觉 互相的信任 你看我的家乡 你出门 你不用关门 你不用锁门的 邻居要帮你看着耶 真的 晚上睡觉也不用锁门 你看我们进在澳大利亚 逼出门 首先是什么 先把门锁起来 辛辛苦苦地把门锁起来 回来 他招了小拖 东西被人家拖了 又不能告 你想一想 我们 真的 全世界 只有澳大利亚国家 比较特别 家里已经招了小拖了 进来 看到小拖 你要赶快躲起来 你不能去打他 也不能伤害他 让他去拖 所以有一次有人问我 哎呀师父 哇这个 这个小拖 这么好 对啊没关系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家里的东西被人家拖了 没关系啊 给他拿走 没关系 你才会有新的 不然的话 你用了几十年都是那一个 真的 你想一想 我现在都不认识了 你看现在我们看到外面的 很陌生 不亲切 看到人 人与人之间互相差异 互相不信任了 连父亲的关系都互相不信任 连父子的关系都互相不信任 你说一个家庭如果有造成这样的 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 如果这个社会有这样的现象 会带来怎么样的国家 如果这个国家有影响这么严重的 会影响整个世界 你说哪来不动乱的道理呢 所以这个世界的动乱根源在哪里 根源在家庭啊 而家庭关源在哪里 在家长啊 你看现在的人 为了达到目的 为了钱 为了财产 甚至于六千不认 甚至于有可能 父子互相残杀 互相在法庭告状 做种种的 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所断 无论有没有伤害别人 有没有害到别人 甚至于可能让人家家破人亡 常常每天都有这样的社会 那你说 这个教育是不是有问题啊 那既然佛告诉我们 一切都是从我们家 做起的 那我们家做起 要从哪里做起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下面的那一章 那既然佛教是交易 我们要从哪里开始 既然佛教是交易 我们要从 哪里开始 要交 交什么呢 佛陀告诉我们 从自己的根本做起 没有别的 只有从自己 不求别人 求自己 别人是求不来的 只有求自己 能够改善 自己能够做好 你就能够影响你整个家庭 这个家庭能够带好 你就能够影响整个社会 这个社会能够带来安定 你就影响整个国家 这个国家能够带动来做一个好榜样 那你就影响整个全世界了 所以古人讲得好 修身齐家 自国平天下 先把自己做好 那为什么要从自己本身根本做起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 累不累啊 累不累啊 are you a child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要从自己做起 今天听说 有一些跟着念佛的也参与 难得 非常难得 非常难得 你能够来认识佛教 认识的清楚 你对这个念佛有很大的帮助 那 为什么要从自己做起呢 佛为什么要我们从自己做起 你看释迦牟尼佛 他自己做到了 他才会能够教导众生 自己做不好怎么教导众生 今天释迦牟尼佛已经距离我们三千年 为什么到现在 一切众生还能够接受 因为老师做出了一个好榜样 你能够修好 你能够做好 你就能够帮助别人 你才会有能力 自己都修不好了 我们怎么有能力来帮助别人 那为什么佛要跟我们开始 从我们自己本身开始 我们看下面 看下面的那一章 因为佛陀讲经说法有四十九年 而这个四十九年 归纳起来总共有八万四千法门 那这八万四千法门都在讲什么呢 讲这个心这个句 就是说我们众生啊 这个心态有问题 我们的心态有问题 所以我们过得很辛苦 会招来感召了这个社会的不安定 那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 佛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 都有病 我们看下面的 看下面的那一章 对 像刚才那一章 因为佛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众生都有病 不仅仅身体有病 而且还有心灵上的生病 你看释迦牟尼佛 简化直接聊到 没有拐弯 没有拐弯磨脚 告诉我们 你有病 我也有病 释迦牟尼佛没有跟你开玩笑 也没有跟你拐弯磨脚 也没有跟你华言巧语 他直接了当告诉你 你有病 你承认吗 你想一想 你是不是有病 不仅仅是身体的生病 你那个心有病 你那个心态有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写佛的 一个很有兴趣的 就是因为这一点 他说我们的心 这个心有问题了 这个佛太厉害了 直接了当 讲到那个重点 没有拐弯磨脚了 但是很多人不承认 不承认 我哪有病啊 你明明有病 你说没有病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佛要这样讲 为什么 什么病呢 而且这个病 病得很严重 好像我们如果感冒 要吃药 对不对 你要多休息 或者一些身体 不舒服 你要看医生 医生呢 就把这个药啊 药方啊 开给你 让你啊 去买药 然后呢 吃了之后 你要多休息 所以释迦牟尼佛啊 就告诉我们 你们什么病呢 众生什么病呢 佛告诉我们 我们看下面 我们有贪心的病 我们有贪心的病 你说 你有没有贪心的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 我要生活好一点 我要 有能力买车 或者我要找一个 能够跟我 我相爱的人 我喜欢的人 或者我要找一个帅哥 或者要找一个 美女 或者种种的 有这种的欲望 有这种的贪心 佛告诉我们 还讲了很多比喻 你有这个贪心 贪心不放下 你的生活就很辛苦 像过去我的老师 我每次回到印尼 我会到山上 去找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常常跟我们讲 众生啊 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呢 太多了 所以我都很辛苦啊 如果你把那个欲望减少了 降低了 你就活得很自在 感觉不过的感觉 不自主的感觉 今天想要 后天想要 大后天想要 这个想要 明夜要想要 明年要想要 每天的 不断的这个欲望 永远没有持见的 佛告诉我们 你有贪心 这个贪心病 这个佛 真的耶 讲的直接了当 你看哦 我们这个世上啊 有这个贪心很正常 但是如果 你想一想 如果这个贪心用错在一个地方了 它会感到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贪 的根源在哪里 三二道嘛 所以佛 也告诉我们 你有称慧心 你看哦 你看 释迦牟尼佛又告诉我们 你有称慧心 你喜欢发脾气 你喜欢哦 这个 这个厌恨的心 厌恨心不好啊 为什么 火烧功德灵啊 今天辛辛苦苦的念阿弥陀佛 像我们学会 现在不是举办这个百万念佛吗 天天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辛辛苦苦的 修了功德 脾气一发 什么都没有了 你想一想 你看那个 那个梁武帝 梁武帝 你看 他过去修福报修得很大 建了480的寺院 造了不计其数的佛菩萨的像 护持了十万的这些出家人 你说这个福报大不大 福报很大 但是 你看他晚年的时候死得很惨 为什么会很惨 业力啊 抵不过来 他的业力是什么呢 傲慢心 他的傲慢 他的称慧的心态 你看 一到达摩祖师 问达摩祖师 我造了这么多的功德 我有没有功德 跟打摩祖师炫耀 炫耀 哎呀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我很了不起 我是怎么样的 我是一个很伟大的 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的 打摩祖师直接了当 无功无德 哇 那个梁武帝很难受 我明明知道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 你想一想 造佛菩萨像那个功德很大 真的很大 不要说造佛菩萨像 你帮助一个老人 医药费 种种的 你能够在什么 在六亿天主 享受多少的时间 两 两百节的 这种的享受 六亿天主 就是说 在欲界天里面 你能够不断的 无量的 去享受你这样的福报 你想一想 被打摩祖师教训了一次 无功无德 要问打摩祖师 这个世上有没有佛 你知道你自己是谁 世上没有佛 我也知道 我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看一发脾气 把打摩祖师赶出门 他的毛病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参悔心 我们有没有 有啊 每个人都有啊 所以从今天开始 记得 不要发脾气的 是归是自己 不是别人 那年轻人也是这样 年轻人喜欢就是这个 而且 佛告诉我们 我们有愚痴心 还有自私自利的心 我们并没有办法 用我们的理性 是支配 所有的感情 以及我们的行为 所谓的超于一种的中道 中道在儒家 讲的是一种理 是理 何为中道 何为中庸之道呢 故意不及不得中庸之道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般人在这个世上 除了追求的生活 追求自己的欲望 很少的人 能够安静下来看看 内心的世界啊 每一天都是从外面的世界 去追求 天天去追求 追求它 从你自己的欲望 不断地去追求 从来没有冷静下来看看 你的内心的世界 其实比外面的世界更美好 你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认为外面的世界很美的 其实内在的世界比外面的世界真的 那更美了 无法去形容的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开发我们内心的世界 完美的世界 你一定要遇到一些正法 如果我们今天没办法遇到一些政治正见的法师 这个内心的美好的世界 智慧的世界 你是无法能够开发出来的 所以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 来给大家说明一下 对于我们现在学佛的人 对佛教的认知一定要搞清楚 那今天我们来看 佛 是什么呢 佛是什么呢 佛是什么呢 有没有人知道 佛是什么呢 什么叫做佛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佛是发明这个宜座的真理 他并不是创造这个宜座 誓死真相的真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不像我们一般的宗教 全世界的宗教 都有一个主宰 全世界的宗教都在讲有一个主宰 像我们一般西方国家称为有上帝 或者我们一般讲的一皇大帝 在中国的一些传统 一些的思想 他们认为这个世上有神 所以我们从小到现在 这个神的观念呢 都一直存在到现在的 像我们 这个后来天主教基督教回教 他们传到中国 他们认为 他们的主 像基督教天主教他们讲 一个真神 回教是讲一个真主 他们认为他们的真神 他们的真主 全世界的宜座 一切万物 一切的人类 是他创造的 他们认为是这个 但是佛并不是这样的想 佛告诉我们真理是没办法创造的 这个真理呢 从过去到现在已经存在 只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去觉悟它 去发现它 所以佛才为我们来讲这个道理 讲这个事实的真相 这个真理是怎么来的 这个真理是没办法 是无法创造的 它已经早就存在了 只是我们没有知道而已 像好像我们先有佛还是先有法 先有法还是先有佛 或者有些人讲先有淡还是先有鸡 先有鸡还是先有淡 很多这些理论大家 都是用这样的认识 到最后的结论 只有一个结论 这个就是神的创造 这个就是上帝的创造 这个是真主的创造 没有别的 释迦牟尼佛 不是这样的说法 那真理是什么呢 嗯 真理是什么 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今天有一位居士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师父 我的表哥在美国 刚刚往生 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死亡的区别呢 为什么人不能永恒在一起 为什么有生必有死 为什么有生必有老 为什么有老必有苦 有苦必有病 师父 这个道理是怎么说的呢 难道你不知道吗 所以释迦牟尼佛 其实讲得非常的清楚 这个宇宙 它的事实的真相 其实呢 如果我们能够把它 搞清楚搞明白 能够去了解 那你对这个世间一切的万法 一切的万物 你不会产生过于执着了 不会过于执着 为什么 2500年前 而且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人有生有老有病有死 这个是真理的 没有任何人一个人能够改变它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真理 2500年前 2500年后 这个真理都是存在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改变它 就是因为这个真理 阿弥陀佛才发大事愿 创造了这个世界 没有生老病去 创了这个世界 能够让一切众生 不会再受任何的之苦 爱别离苦 变真悔 生苦 劳苦 病苦 死苦 释迦牟尼佛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真理 释迦牟尼佛说 我们有没有去觉悟 我们有没有去觉悟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这个就是佛陀的教义 这是教这个 先 首先去觉悟 人生 事实真相 这个真理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改变它的 那我们能够突破 能不能突破 释迦牟尼佛说 只要你能够有修 证实能够修到 你就能够突破这个真理 那怎么突破 释迦牟尼佛讲了很多方法 而在八万四千万法门里面的内容 全部都是讲这个 那释迦牟尼佛对这个宇宙的观念 是怎么说的呢 对这个事实的真相的真理 是怎么样为我们说明的呢 因为我们首先一定要了解 那佛怎么说呢 下个星期 再跟大家说明 因为 因为十点 师父做一堂课 因为这个十点 师父要讲这个地藏经 所以 今天 再简单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哦 佛教的精神 佛 佛陀的目标 他的理想 他的方向 刚才已经为大家 一个一个 一一为大家说明 佛 佛教的教育是教什么 这个教育又从哪里开始 已经为大家说明了 关键 关键 就是在你自己本身 一个人啊 能够对佛法的认知 对佛陀教育的认识 对你的好处 是无可 能够去形容的 对我们的家庭 对我们的生活的幸福 是一个很大的提起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来学习 今天啊 我简单啊 给大家讲到这个地方 啊 那下个星期 也为大家来说明 释迦牟尼佛 是怎么样 对这个宇宙的事实的真相 来说明 这个宇宙观念 是怎么样的 特别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 可能对我们这个初步 对这个学佛的初步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也能够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启发 希望大家 我们啊 下个星期啊 礼拜三 跟大家来 讲解 分析 如何来认识佛教 好 今天晚上 师傅呢 就讲到这个地方 如果有讲错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多多指点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你们的扶持 谢谢你们的鼓励 你能够一起学习啊 就是给我自己的最大的鼓励 为什么呢 如果没有你们听 我一个人讲 有什么意义啊 哈哈哈 好 所以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难得 借这个姻缘 我们一起来回向 回向 帝子学物至诚 忏悔 恭敬愿意 持功德 庄团 庄园 佛净土 上报 四重恩 下祭 山陀谷 若有见魂者 喜法菩提心 均持一报神 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下个星期见 阿弥陀佛 感恩师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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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 support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